台湾的疫情失控 这是故意的 我觉得这个政府反正他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他随便了 我才肯定有外界的指示 美国佬的指示 你看日本韩国都躺平了 原本他们是不躺平的 可是他们那边被迫躺平 有他们被迫的原因 因为他们那边有美军 把到处给他感染 台湾没有啊 只有那个你从黑水公司找来的那个什么教练 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练 名字都可能被 都有可以亮出来的 你可以管制住他们 他们还是要遵守规范 不像他们在日本韩国的美军 你那个教练最后也滚出去了 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们找来教练 所以你看搞到年轻政策那边都有 有疫情了 这个很明显是投毒 投毒 那个 台湾 这边等于是有人配合美国的政策故意的 因为这边的要求就是要封禁嘛 所以可能我去大陆的那个 班机的那个可能要取消了 结果那是大陆的航空公司了 那个他问他是退票 我要退票了 我可能没办法动了 因为两边的疫情上海那边也不行了 啊也也还没有管制情况怎么样都不知道 那台湾这边又又爆发可能要取消 取消他说那他不退钱 他只退税金 那等于是机票被没收啊 因为航空公司快倒闭了 大陆的也是 他都没有什么生意了 你去那边做就自动升等 所以这个你看我的时间算准不准 时间到你 你不升温环境也升温啊 你这个疫情基本也是一个升温的方法 也是一个升温的方法 他是一个一个铁幕哦 他这就像冷战铁幕哦 我这边躺平啊 你那边封禁嘛 对不对 他只这样搞啊 那就会升温啊 因为这为什么 人员往来受阻就会有怨气嘛 因为我知道很多大陆的 去那边工作的台湾人啊 在那边工作他都有些回不来 然后这边有些人又过不去 然后所以现在搞到美国一直在挑拨 美国最近挑拨的话 跟前两年 挑拨乌克兰跟俄罗斯冲突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准备让台湾跟乌克兰一样 你也死好了 台湾这个政府还没搞清楚状况 你看他画一模一样的嘛 都你看他删除一个中国 但是还是一中政策 他不是这边讲删除一中政策 删除台湾属于中国 然后 但是我要降关税了 我还是坚持一中 不准于统一 然后派那个什么航空 派什么驱逐舰过来台湾海峡 可是现在中国海军绕岛了嘛 海空军绕岛 他航母离得远远的 离得远远的 跟先前那个俄罗斯一直在军 开始去年 去年前年跟白俄罗斯开始军演 然后他们那边发生颜色革命的事时候 去年跟前年都已经开始紧张了 那边开始在升温的时候 美国的态度是不是这样啊 一模一样 我要疯狂的来挺你乌克兰 但是我没有办法出兵 所以他这一波美元收割 已经是最后一波了 他发现了 所以干脆挑起战争嘛 这波美元收割很清楚 是最后一波了 很清楚 因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欧佩克都不听他的了 委内瑞拉跟他打太极 巴西也不听他的 不愿意争产嘛 他收割不了了 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子就这样搞 那台湾当然也要给他给他给他弄 所以你不升温变成他美国人来升温了 所以现在的领导人习自己自己看 自己抓时间了 那个 那个 你不动还是 底下还是会躁动的 你还是会躁动的 这个 我们就要回顾一下 因为我现在回忆到去年的 去年的阅兵 那个时候他 在广场 天安广场已经有讲要 要统一了 有有讲他要推展这个进程 他的动作比较慢 从他现在解决香港就知道了 现在香港换了一个强硬派上来嘛 那个开始抓呢 抓那个什么核运师啊 陈志军啊 奇奇怪怪的那些 那些 就知道你的那个流程很慢 而且他还 让 林郑月娥请了一个家宴 让他说你就 不要再竞选了 不要出来了 就让他一个人出来选 就让现在新的特首 强硬派 那才解决问题 可能香港本来也躺平 现在可能 可能会也会要封城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这疫情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 会有很多民怨的 会有很多民怨的 所以 你不升温还是会升温嘛 金正恩那边都有啦 都有奥密克隆啦 金正恩也进入紧急状态了 哈哈哈哈 你看就去年的那个 我记得在那个阅兵的时候 有一幕很好笑啦 就是 习跟那些 前任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境 这已经不是一次了 因为从他刚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 人家都看得到 就是他跟前任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前两个啊 然后还有他们的总理还一群脸都臭臭的 尤其这个旁边这个虎 全部苍白了啊 全部苍白的 然后满脸就是不悦 你瘦了 我发现他瘦了 然后姜也是满脸的都不开心 没有那种 因之焕发的那个气象 这跟老没有关系啦 你可以推秀他老 但是关键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哦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成绩嘛 这很现实嘛 所以现在领导人你一定要成绩嘛 你要成绩嘛 你这个 那就看最后最后再来评鉴了 我们现在先不讲了 因为这个大家都嘴巴没讲也知道了 你一定要解决的嘛 一定要解决的嘛 现在都已经闹烦了对不对 连普京都已经这样子了 你怎么可能 你那个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就不提了 但是我们不提现状 我们可以提以前 有一个 就是姜 我们就拿姜来讲好了 他之前 他想要连任的时候 就是 两届做满 他不想要受这个苛求 他想要 一直做下去嘛 一直做下去 他那时候提了一个这个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他要当思想家 因为找不到什么玩意儿可以弄啊 就是要当思想家就有可能 可见他也是有读过历史 他知道 思想家的话就可以呛读 思想家是可以呛读的 这个在过去历史是这样子的哦 你那个头目是思想家那你就可以呛读 然后来 来先先得得好处再说 我以前提过先得好处再说 他就呛出来了 说我有三个代表 我有三个代表 这个三个代表以前有人玩过 也是红朝 我提过了吗 汉武帝对不对 可是他的三个代表很成功 那是成果啊 那是成果 他是先有功夫得到他的三个代表 他三个代表是什么 都是大名领领的 文字语言早就有了 还是要一直一直一直这么成果下去 这叫三个代表 那那你说我也有 你拿出来 他的他拿出的他三个代表 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这个是对 虽然说老江那个时候的生产力还不够 但是这个是对 可是你这个不是成果 你这个原本就是 要这样才你这个党才能执政的啊 你不这样你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嘛 早就被推翻了对不对 第二个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也对 但是好那没有我们继续看哈 始终代我们党始终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也也对 可是这个都是基本都是有的 不是有点虚浮就是本来他就存在的 因为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嘛 你你你根本就不可能起来的 你根本会被推翻掉了 你甚至你连台湾都不可能去啊 所以这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的 所以不是不是不可能 这是这是原本就存在的现实 原本就存在了 那你说这个就是我的我的那个攻击代表那这三个代表他他最后回你啊 我后来发现老四有回信哦 只是他不一定通过你党内回信 因为你说这个三个代表入线嘛 这讲的都是很有道理的哦 而且也是事实 也是事实 这个我不能否认 可是他是现有存在的啊 这样像我说我到你家 我帮你 打扫一下清理干净 然后就说 这个橱柜代表我的功 我的功劳 可是这橱柜本来就存在的啊 你有什么东西 像汉武帝他的东西 他的三个代表看上去本来就存在对不对 本来在你之前就有 可是他是因为拿了功劳 拿了他的开疆拓土的功劳 还有他的那个格局拿出来 他格局很大 告诉你我格局大 那原本有了就变我的代表 是这样这个意思 可是你这个 你这个就就就就就有问题 他回信了啊 他回信在这里 回来这个这个这个这张照片20年前我就看过了 那时候网路就 那时候的网路愤青就在就有在传 大陆的哦 就在笑 然后海外的那个什么法轮功啦 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拿这个也平民在笑 台湾台湾也有传这个啊 那台湾那个时候不是 那是李登辉时候 呃 陈水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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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水扁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重点不是这个 在网路也有传 那时候也有传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 其实他这个如果大家都有传 他就是一种回信了 集体回信了 他说论三个代表精神在进化中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回信了 他为什么一只猴子 哈哈 为什么一只猴子在 他在告诉你说 要要有进化中的现实意义 代表格局 你的生物演化嘛 他这个回信就在告诉你生物演化的格局啊 现在这个时代 你不能再拿过去的那个那个那个汉朝那个时代了 你那个时代不同 但是你要有他的那个样子对不对 你想要像他一样得到那个三个代表 那你在这个时代你要有那个进化的现实意义 在 那请问你有吗 哈哈哈哈 他来告诉你 你的格局太小 你那个还是人世间的 那个那个党内的 然后还是什么根本利益不根本利益 那这个在国民党时期就已经讨论过了 而且到最后结论是把国民党推翻对不对 把他丢到台湾去 他只剩这么小的这么小的 我提过了我不提了 乌龟王八局嘛 那你不一样啊 你要有 进化中现实意义 那你这个三个代表就能够被接受 以后以后他可能就会改名了 就会有一些人去改名了 就是 党生产力 党先进文化 党根本利益 汉语汉服汉字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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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是一样的嘛 以后根本利益就要又就要讲到讲到 江泽民的党 江泽民的党 讲到 先进文化方向就要讲到 就是你有点拗口 因为你连你连 你这个 都有点拗口了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你就先进文化就好啦 那你要把它分支到前进方向 你不觉得你的格局很小吗 你先进生产力就好啦 生产力就是我们党代表生产力嘛 那又变成发展要求 这个 他就告诉你了 他就回这封信 就回的没错了 你要有 大格局 演化格局来看 那我才接受 然后 那他接受的话 情况就是怎么样 你就继续当下去嘛 而且还会上尊号 对不对 这代表他接受呛读 那就提出三个代表 那个时候计算15年嘛 我提过15年的那个周期嘛 对不对 计算15年 看到最后有没有看到 你讲的这个格局 你讲的那进化中线11格局 你可能最后你没有再回信啦 你没有再回信 他就不理你了 你就下来 那下来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啊 不止你 你的下一任跟你一样 那个胡锦涛有提过一个八荣八尺 我记得有一个八荣八尺 那时候我我好像也在上海哦 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就是八荣八尺的那个标语 八荣八尺 但是八荣八尺我现在也记不得 那那那那那那什么玩意 代表他也不接受啊 你提出这些都不对啊 没有没有进化中的现实意义啊 要有进化中的现实意义啊 你要看得懂他的回信啊 哦 你们集体的意志在讲这个哦 要进化中的现实意义 那是不是就要先从历史的原点开始 你就开始追溯历史了嘛 追溯到一个重要标记 标记就是以前的人玩三个代表 对不对 然后再往前追溯到 整个文明起源嘛 我以前提过很多影评 你去看 然后要从这个格局来出发 来搞你的三个代表 但这三个代表 你基本的文字就给他改掉了嘛 就回头修饰 修饰一下 这个党要就是生产力 简明二样 这个党就是有先进文化 这个党就是有根本利益 不要讲广大人民 那个那个那个先不要提 就是有根本利益 有根本利益 有根本利益 那 做出来之后 人家会接受 要开始呛赌 然后你就 你就 从那个时候计算15年 或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两岸问题 解决你那个我讲的那些问题 那 行情就会一直上升 行情上升 不像现在 现在不晓得那个他还怎么 还记不记得三个代表 我不知道了 已经入宪了嘛 一入宪法 代表说 这个朝代还是需要三个代表了 但是 那是已经存在的 已经存在的 宪法 宪法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人去看 谁会去读宪法 说读法律的 那就放进去 那放进去就放进去了 那你就下来 就很 就很频繁 那就给别人来呛 那就别人来 别人来呛的话 那个 就会出现这个照片 你就很失落了 蓝头白发 然后脸臭臭 然后 这个 这个 所以 要看得懂回信 那这一任领导人就 就就就看你 你的作风了嘛 你看你怎么解决了嘛 因为你有呛啊 他有呛啊 有呛那个就继续计时吧 好看他 最后结果是什么吧 我们看以前的人玩三个代表 就讲三个代表嘛 以前人玩三个代表 那个时候他是怎么玩 他是不是他有 怎么样支撑他们汉朝的三个代表 开疆拓土 对不对 第二个是同西域 就是 张仙同西域 你看我前面那个啊 丝绸之路嘛 张仙同西域 就这两个东西支撑了他的 阴阳节过关 然后 有了 三个代表 汉代表的这这些东西 那 那你的三个代表怎么弄呢 你说 开疆拓土在老疆时期 不太现实 连台湾收回时间都还没到啊 我以前有讲过老疆的事嘛 那台湾收回的时间 你按照那个时间计算 可能 你要活到九十几才有可能 至少到七十一的时候才可以动嘛 对不对 那没关系 那你要想办法去计算那个时间啊 计算那个时间 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后面去呛 这是这个 这个 那开疆拓土也没有当 中国的国际环境做不到啊 这已经是这个情况了 那你要找替代品 这个都 这个东西是另外一回事 先摆在一边来说 这个 你要找替代品 那你可以先去 做 前面的 类似张千通西域的事情 那张千通西域 那他不是为了商业 他完全是为了救老二一门 你会去看我那个 那个张千通西域那个 那个饮品啊 所以难怪现在 习会提出那一带一路哦 他可能就想到他 汉朝的那个 丝绸之路啊 在那边搞 那个 一带一路 可是 你这一带一路没有用啊 你这个一带一路不是新创的 而且内核也不是商业 当时的通西域的内核 你开头的理由是夹击匈奴嘛 对不对 然后之后发现那根本不可行 那个大肉汁跟乌孙根本都不可能 不可能动 你回去看我 听我那个影评那个讲的 那他是 目的其实是为了传 传递讯息到老二一门 这一部分你可不可以先做起来 老江时期有有办法先做起来 可是可是老江没有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进化中的那个那个 那个格局远见 远见 如果你看人类出非洲 这他的那一条线 那个演化线 然后五个字元文明的起爆 他马上会跑去找撒帕塔 就是我前面 讲 讲那个老五的老五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这个就先可以先先来到 这个就可以先拥抱起来 我完成了三个代表东西 一半 剩下一半开疆脱骨怎么办 那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 来解决了 因为你你前面有提到那个什么先进生产力吗 这其实也可以做得到 像你看 有很多 最近有很多先进生产力是中国的很多荒地 沙漠 都可以变成 种稻米吗 对不对 还有一些什么先进文化的话 那就是你的科技要突飞猛进去追美国人吗 然后追完了之后 我再来执行这件事情吗 除了两岸统一之外 我还可以去 开疆脱土 透土 你这开疆脱土就算不要说要去侵略别人 或怎么样 你至少我填一个岛 那也是 填出主权啊 南海填岛造路 那时候他有这么想哦 老江有这么想 所以你说那个南海的那个填岛 可能在胡锦涛和江泽民时期 他们就有在准备去搞那个了啦 可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工具不太好 所以我说这个要往后放 你要先执行那个萨帕塔的事情 那你这个三个代表就 他的回信你就可以再回给他了 再回给他了 我有进化中的现实意义 你就可以画一个外星人 就不是画猴子啦 画一个外星人在看三个代表 的那个 进化中的现实意义 这个 可惜啦 你这个没有啦 所以你 你老江只能 只能在旁 2021年的时候 这一张照片应该是2021年 年初吧 我忘了 还是9月 2021 好在 在 广场听 听习在那边呛 脸臭臭 你的三个代表有被驳回啊 他驳回就找一只猴子来驳回 你不能连任 不要连任 对你比较好 那就果然下来比较好 确实比较好 你那个 你要跟以前的人比那个三个代表 你要 要有可比性 你要跟汉武帝一样 要可比性 拿得出手 在历史上拿得出手啊 历史上拿得出手 就在进化中有现实意义咯 人类文明嘛 进化中现实意义啊 所以这一张照片就说了很多事了 说了很多事了 只可惜老江没办法 我记得那个时候找 那个不是只有一张图片的猴子去讽刺他了 那个 那时候还拍了一些连续剧 是光碟片的 连续剧啊 大陆的连续剧啊 用古装去讽刺啊 叫江山丰与琴啊 用这个来去讽戒谷讽金啊 就讽刺他跟那个宋主音的事啊 那基本也是三个代表失败之后啊 就被入线 入线意思就是不要你执行 那个是后面的人看谁来执行啊 你提这个可以啊 就留着留着留着 存档 就存档了嘛 那他不接受你 你想要的东西嘛 那就一堆猴子来讽刺啊 就讲那个宋主音的事啊 你看 好 让我感觉很 哎 哎 如果你的格局那么大 我真的能完成我前面讲的那三个代表啊 你真的能完成我前面讲的那个 那个 那个格局谁敢讽刺你 没人敢讽刺呀 不要说宋主音啊 王主音 赵主音 李主音 陈主音 什么 通通 一口票都来 也没人敢讽刺 也没人敢讽刺啊 因为你这个格局 这个是没话讲的嘛 只有你有 哈哈哈哈 你看得懂 你看汉武帝他 开疆拓土 跟 那个第二 第二关 第二个是他 张迁过关嘛 你回忆我张迁东西比那个时候知道嘛 可他也没有达到 达到真正的目标啊 救老二没救到啊 但是 不管怎么样 他 做了嘛 他这么做了嘛 那你反过来你的格局还是很大 我开疆拓土 开的开的不多 但是我 那是时代的问题嘛 那我那另外一个我做的很好啊 那没人敢讽刺 那 那个 那个 那个拍出来的那个古装连续剧就不是来讽刺你的 不是来讽刺你宋主 你跟宋主 你跟宋主应的事不是 那是来 那是来歌功颂德的 从 从 就要就要从那个波西战争开始开始拍了 哦 那格局大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格局的问题啊 你这个 到最后就只能这样压压屋这样何必呢 你看 到最后你那个满头白发的天安门这样子 你原本的手下已经变头目 他变成 你变成 很尴尬 然后满 满面愁容 不爽 也没有办法 这个 那就是三 坏在三个代表你不懂 你老江不懂三个代表 格局 还是那句话 格局 如果他当时有那个格局一定是把萨帕堂找过来的 肯定秘密接触萨帕堂 那现在的情况完全就不同了